嘿 大家好 欢迎来到CombinBroad 2.0 那么今天看到画面有一点不一样啊 对我没有错 我们没有来玩游戏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预告片啦 就是PowerP Playtime Chapter 3 游玩预告一 第一部分 那么这个影片呢 我就想要来做一个分析啦 我看我能不能分析到清清楚楚啦 我尽量啦 各位 然后我们非常多 我们马上开始了 跟你们讲一个东西 我已经看过了 所以现在直接来分析 这个我都看过了 三次你们都看过了 这个 OK 这个地图呢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像那种 泥草邻居的那个地图 而且你看外面 外面是一个圆形的样子啦 屋顶是圆形的 然后这里就是一些 墙壁 然后这里有灯 这里的话就看不出什么 就是一个屋子 上面有一个PowerP 所以这个是PowerP 专用的物质 小房子 还是给小孩子用了 还不清楚 OK 这个就是应该就是里面的场景啦 看到我们的抓抓背包吗 OMG 极特别的 你看 都有这种线了 你看 OMG 这个很漂亮啊 真的 很漂亮啊 真的 相信各位都看到啊 进去里面喔 真的是很黑 又很肮脏 然后那边有一个就是需要青色手臂去接电的一个地方 这里的话就是给小孩子睡觉 我看起来是给小孩子睡觉的地方啦 这里是一部分 啊 你看 上面还有一个门 上面还可以偷往去小孩子睡觉的第二部分 OK 中头戏 看到前面是什么吗 房屠面具 这是最重要的这个 它掉在一个某个墙壁里面 然后我们需要去找 然后去拿 OK 然后我们拿到房屠面具 OK 下一个 这个就是全部小伙伴 微笑小伙伴 微笑小伙伴的一些 呃 娃娃 就睡在这边 哦 坐在这边 很恐怖啊 你看 还有一些 呃 玩具都被吊着了 他们好像老大这样的这几位 不听话 直接吊我上井 吊井 把那些玩具吊井 不要下摆好吗 OK 下一张 这个就是 呃 一个海报啦 就是 Cat that 是你的朋友 Cat that is your friend 我看这张上面的时候特别可爱 你知道吗 摸着两个小孩子 哦 好可爱啊 OK 这一个 我也不懂什么东西来的啦 这个 OK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恐龙的一个头 然后这里的话有点像巴西布的手 这就是妈咪的手 然后 这个是Hokkiwoki 黑色的Hokkiwoki 啊 猫虫 PJ 微笑小伙伴里面的一个 玩 玩偶 然后这里的话我原来看不出了 啊 这是鸡 OK 然后这个就是 骨头 骨头 我觉得这个是圆钩你知道吗 圆钩已经 那个肉已经没有了 变骨头了 你看 上面还有带一个 维修东西啊 那个帽子 我觉得这是圆钩啦 有点像 或者是其他的怪 不知道 这个的话我也 我真的看不出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大大嘴巴 笑着的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我看不出 如果各位知道这个是什么来的话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 OK 这个是特别的地方 我们的抓抓背包呢 以前咯 都是去剪的 或者是去弄出一个 现在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抓抓背包会凹下去 然后 耶 变新的 哇 新的这个手臂呢 哇 你看 紫色的 而且很有机械的那种感觉啊 那么这个手臂呢 就是功能就是把我们的玩家弹上去了 就是有一些高的地方 我们上不去就有一个抓抓背包 用我们的抓抓背包弹上去 搭掉 然后再换新的 然后再搭掉用青色手臂那种的 我觉得是这样啦 可以换手臂的 不同不同的用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很高嘛 我们需要用这个弹上去 又或者什么 这里有一个通风口 是脱风口吗 啊 对 就是这个 按 然后我们就会弹 过去 OK 怕兵想需要我们 然后这个就是 HockeyWookie的那个脸 为什么 他的脸这么恐怖啊 很多牙齿耶 Oh my god 还是说 我们第三张可以看到HockeyWookie啊 然后HockeyWookie掉去第三张的地图里面了 很有可能见到HockeyWookie哦 这个 看到吗 我们的手臂 我一去到这边 然后还去自动 Auto 帮你转 然后这里的话 我看不出是什么来的 就好像有一个机器啊 里面装着一些 液体那些的 我看不出 很大一下这里 然后这里的话 还有一个紫色手臂 给我们用的 这里有个门 OK 这个的话 有点像 你们以为 这个是像HockeyWookie的脚 并不是 这个是Cat Mac 碎碎猫 这个就是 Kissimissi 我当初这个颜色以为是紫色的 看错了 眼睛有问题 不好意思 这个是粉红色来的 OK 这是Kissimissi 然后这是Papi Papi跟Kissimissi 在一起 然后我们到时候 玩家会过去见他 就这样 Papi我带着一个手电筒 我们要跟这两个家伙 合作 啊 合作一起逃出去啊 或者是 帮助 一些困难 或者是打败Cat Mac 这就是Project Pay 里面的那个电话 OK 这个就是我们下去的时候呢 一大堆的那些 樱树花的味道 应该是樱树花 就会让小孩子睡着的一个毒气 我们不可以接触 如果我接触的话 闻到的话 就会直接睡着 给那个碎碎猫抓走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 这个毒气里面呢 穿上 戴上这个 防毒面具 然后穿下去 然后这里的话呢 有点像第一张的那个 游戏掉下去的那个地方 可是有点不像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OK 这个的话呢 这个 你们相信这个 都会看到啦 你们这个就是狗狗 微笑小伙伴里面的狗狗 会来追我们 然后我们就 跑 然后就 拿到一个洞 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跳 飞过去 应该是当过去的 这里 第三张也是有当过去的画面的 当过去呢 然后就可以来到通风口 接下来 看到这是什么玩意儿吗 这个就是碎碎猫 各位 这个碎碎猫呢 特别的 大 哎呦高 他比赫几乎几高啊 我感觉有 然后尾巴啊尾巴 对 然后手 超级无敌的粗啊 我觉得 他的手 很粗 好高啊 这个 好高 玩家大概就是我的滑鼠这里而已 这个这么高 我觉得这个比赫几乎几高 一倍或者是一点点而已 这个是 应该是很恐怖 这里的话就是 一些玩具 都被 死在这里了 大概就整个预告啦 就是第三张 深度睡眠 那么这个只是一部分的预告而已 游玩预告一部分 所以还有 代表还有第二部分 所以 这个只是第一部分 所以 下一次我们等他第二部分出了过后 我就马上来拍分析 第二个分析给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做这样的分析啦 说实话我觉得我做到很白痴啊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like 如果超过了7个喜欢的话 我就会来 拍 继续拍 这样的 类型影片 就是分析的 各位看到了吗 现在已经12月了 12月 12号了 看到吗 还剩几天呢 就已经是2024年了 我有一个东西想问大家哦 如果大家想要我快快的 就是 发布的那一天 游戏发布的那一天 我就马上来拍 是可以 只是要上字幕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要很 多时间 如果各位不要我上字幕的话 当天就马上可以发布了 这个video 你们就可以马上看到了 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我应该是不会上字幕的啦 我会直接就发布啦 就简介啊 没有上字幕 就发布给你们看 好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打开小鱼大姑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拜拜